大家好,歡迎收看這節黃昏天氣節目,我是陳恩俊 受到高空反氣旋的影響,雖然今天有些驟雨,不過天色都不錯 日間的時候我們見到藍天白雲 今天也是24節氣的小暑,天氣都挺熱 下午的時候很多地方的最高氣溫都去到33度或者以上 至於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我們見到,受到高空反氣旋的支配 中國東南部的雲層相對都是比較薄一些 不過雷達圖上面我們也見到,不時有些驟雨掃過香港 始終都是驟程驟雨的天氣 全日來計,新界和大嶼山部分地區都錄到10毫米的雨量 我們預計未來幾天,中國東南部的上空都會受到高空反氣旋的支配 天色將會是普遍晴朗 而溫度預報圖也告訴我們,未來幾天天氣將會持續酷熱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大致天情,但有一兩陣驟雨,最低氣溫大約是28度 日間的時候天氣酷熱,最高氣溫預計會到33度 風方面會是吹和緩的南至西南風 提醒大家,酷熱天氣警告仍然是生效中 預測明天最高展外線指數會是12,強度屬於極高 大家要記得做好一些防暑和防曬的措施 我們展望之後那幾天天氣都會大致天情天氣酷熱 不過局部地區都會有些趙雨 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,下次見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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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可看 即可行